新的一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对于人生来说 我们又少了些日子 但相对于这些时间的逝去 我们又多出些什么来呢 与您分享林文月的文章 一位医生的死亡 父亲原来是一位勤奋 且生命力极强的人 但晚年因为糖尿病 引起的血管阻塞 导致腿部下半端坏死 两个月之内 拘掉膝盖下方的左右双腿 保住了性命 九十高龄而实行如此大的手术 居然得以继续生存五年 不得不归功于 现代医术的高明 但父亲强烈的求生意志 必也是一大原因 只是继续存活的那五年 失去双腿下半竭的父亲 无法行走 无法自己做起 一切仰赖于他人 而在最后一年里 他甚至多时是紧闭眼睛 沉睡不醒的 C大夫是父亲的主治医师 我时常在病房中 不期然遇见 每日成婚必来巡视父亲病情的他 他的家在医院附近 只需步行五分钟 即使周末假日 他也会抽空穿着便服来探望他的病人 初时 他对我谈说的内容 总不免围绕着父亲的病况 诸如体温 血压 血糖 以及如何治疗等等问题 我唯唯共听 常常感觉有一种无奈在心头 在父亲的病情稳定 但无声进展的时候 他偶尔也会谈起一些其他的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 常常很骄傲 觉得作为一个医生 救治了许多病人 让他们恢复健康 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说此话时的C大夫 虽年近古稀 双鬓花白 但面色红润 身材高挺 贪图温温而雅 可是 近年来 我往往感到自己的能力有限 许多事情 似乎不是那么有把握 他把视线收回到病床的中央 那个部位的白色被子底下 忽然下陷成平坛 父亲的身体 只于原来的三分之二 高明的医术 保住了父亲的性命 但是父亲还是失去了许多许多 包括外形和精神 父亲 变成了我所不认识的人了 有一次 于例行检查后 C大夫突然神情悲伤地问我 人 为什么要生呢 既然终究是会死去 这样的话语忽然出自一位资深医生之口 不禁令我错愕 粗不及防 我一时觉得自己仿佛是面对课堂上一位困惑不解的学生 需要回答一个非常难解的疑问 所以不自觉地道出 其实 不仅是人会生会死 狗猫也一样的 那狗 猫 为什么要生 既然会死 不但狗猫 花草也一样会生死 花和草 为什么要生 这样的推演 似乎有些游戏性质 当我记得那个夕阳照射病房一余的下午 C大夫和我说话的语气和态度 无疑是严肃且认真的 我也没有忘记 当时我忽然怀疑陶前的诗 天地长不墨 山川无改时 草木得长礼 双鹿融翠枝 为人最灵智 独富不如兹 鹿是融之草 并非双是枯之草 所以春风吹又生的草 也必然不是野火烧尽的草 所以岁岁年年花 虽相似 但毕竟今年之花 非去岁之花 生命的终枝不可避免的是死亡 那个黄昏 在父亲的病态两侧进行的短暂绘画 令我得以窥见更为完整的 作为一个普通人的C大夫 C大夫依然忙碌着 关怀着他的众多病人 他的腹部原本微微突出 竟因稍稍消瘦 而使身材显得更为挺拔 整个人看起来也显得年轻 有精神 然而 不出两三个月 我从招料父亲的护工处获悉 C大夫忽然告知 他不能再为父亲看病了 原因是他自己也得了病 C大夫得病 真令人意外 他究竟得了什么病 只是匆匆告知护工 而不及向我们家属解释 就请假了吗 医院各楼里谣言纷纷 C大夫似乎得了什么重症 在我诚恳而热烈的要求下 一楼的护士长红着眼眶告诉我 他发现自己是胃癌默契 这位护士长 也是C大夫关心提携的晚辈之一 父亲在住院前后 都蒙C大夫仔细照料 此时我们家属于情于理 都应当表示慰问 所以由我代表兄弟姐妹去探望 当时C大夫婉言拒绝 在电话里故事轻松道 我还好啊 还能随便走动 跟前阵子你见到的没什么不一样 然而对我个人而言 C大夫不仅是父亲的主治医生 通过几次谈话 他似乎已经是我年长的朋友了 也许C大夫也认为 我不仅是他照料的病患的家属 也像是一个朋友吧 他终于答应 但是不要来我家 到我家隔壁的咖啡馆见面吧 我还没有那么严重 说完 他甚至还轻笑 从外表看来 C大夫确实与两个月以前的医院 见到的样子 没什么大意 穿着休闲便装的他 依然精力充沛 我看起来像个病人吗 你说我像癌症默契的病人吗 那天休假 去打了一场球 平时轻松完成的运动 不知怎的 到了最后一个洞 怎么也没有力气挥杆 勉强打完 回家累得不得了 我这人从不知累的 儿子是常委课专家 他劝我应该去检查 照个透视片子 哪知道 随便照照的片子 我一看 就愣住了 我自己是医生 清清楚楚的 是为爱 而且是默契了 可真是奇怪 怎么一点迹象也没有呢 我坐在C大夫对面 听他近乎自言自语的许多话 不知说什么好 我并不怕死啊 自己是个医生 我医好病人 也送走过不知多少病人 反正 人生就是这样 有生就有死 C大夫反倒像是在安慰我 而我面对着一位 自知生命有限的人 竟无法向先前谈论 死生问题时那样雄变 只是啊 最近两天看着我的内人 想了很多事情 我走了 他怎么办 他说到这里 声音变得低沉 昨天 孙子从海外打电话回来 我实在忍不住了 C大夫终于哽咽起来 咖啡馆里有流动的轻音乐 临坐的年轻人 正愉快地弹笑着 我觉得不宜久留 便提议离开 临走时 我送了一支外形精美的原子笔 和一本笔记簿给C大夫 C大夫大声笑着说 我可以像你那样子写完章了 他伸手向我道谢 那手掌有力而温暖 那手掌有力而温暖 我第二次去探望C大夫 约摸时一个月以后 我与护士长同行 只去医院附近他的住处 C大夫和他的太太在客厅里和我们谈话 客厅里温暖的色调 及两位主人穿的明亮色彩的衣服 反而显得病人的憔悴 C大夫比我先前在咖啡馆内见时 消瘦了许多 头发稀少 可能是接受药物治疗的缘故 连镜片后的眼神都暗淡无光 两位主人轮流许说着病情和近况 在他太太故作真定的言辞中 隐藏着深深的忧虑 C大夫倒是不见往日的经历 只是他谈话的内容 竟全部是一位资深医生的口吻 令人感到眼前坐着叙述病情的 只是一个普通的病人 你送我的笔和板子 原封不动地放在那 我什么也没有记 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送我们到电梯口时 C大夫对我说 而当时我几乎可以预料到 会是如此 其后一段时间 缠绵病榻长达五载 病情时而稳定 时而危急的父亲 陷入昏迷之中 兄弟姐妹都赶回病榻旁 深秋的一个夜晚 我们轮流握着父亲的手 看他平静地离去 九十六岁高龄的父亲 太过衰弱 以至于走得极为安详 一月后 收到C大夫的复文 护士长告诉我 C大夫维持了最后的钻研 他在父亲病房那层楼 偏远的一间病房中 度过了最后的一段时光 除了家属 他不允许任何访客进入 即使医院的同僚 而唯一照料他的人 便是护士长 他说 C大夫自知没有痊愈的可能 除止痛药剂外 几乎拒绝一切治疗 和营养的药物 人为什么要生呢 既然终究是会死去 有时 忽而想起C大夫说过的那句话 真是十分无奈 而今 我比较清楚的是 死亡 其实未必浪漫 也并不哲学 人为什么生 而又为什么死 与私命之神 打过无数交道的医生 也没有答案 生与死的距离之间 应该填充些什么呢 或许 每个人的当下 都在书写着答案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我是潮雨 祝您晚安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